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娟美食 孩子们开学了,今天给孩子做一个好吃又简单的早餐饼 看一下这个颜值,馋到您了没有 如果您也喜欢,可以跟着海娟一起来做哟 首先盘中倒入3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3克的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然后我们分少量多次,加入一斤清水 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面糊状,我们加入一个蛋清液 增加面糊的筋性 继续搅拌 这个面糊我们一定要给它多搅拌一会儿 如果暂时搅不开,可以盖上盖子,饧成5分钟 再搅就很容易没有面疙瘩的状态了 看一下,特别的稀 盖上盖子,饧成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根胡萝卜 搅上一多磅 搅成细丝 再切的碎一些 切好的胡萝卜丁放入盆中备用 一把控干水分的韭菜 我们给它切的碎一些 切好的韭菜也同样放入盆中 起锅放油 油热之后放入打好的蛋液 快速滑散 把鸡蛋碎扒拉到一边 加入一些虾皮 把虾皮炒香去出香味 炒好的鸡蛋切的碎一些,晾凉备用 饼铛或者平底锅预热刷薄薄的一层油 或者是不刷油 刷油揭制的过程中会好揭一点 放入一小勺面糊 用刮板刮匀 或者是转弄一下饼铛 只要把面糊摊匀了即可 盖上盖子,上下火烙制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我们揭开盖子 看一下,饼的表面已经变色了 边缘出翘起就证明熟透了 出锅 特别薄,特别有韧性 家人们看一下 烙好的薄饼,张张薄乳质 而且特别的筋道,还不粘 接下来咱们来调馅 虾料中放入晾凉的鸡蛋碎 放入少许的13香 一勺盐 少来一点鸡精 来一点点蚝油 再加一点酱油 最后放入调料油 充分的搅拌均匀 馅就搬好了 接下来我们拿出一张烙好的薄饼 中间的部位放入馅料 两边向中间折叠 轻轻压一压 折叠过来 另一侧稍微折叠一下 然后把它往一起一折 一个生皮就制作完成了 饼成预热刷油 油热以后放入我们卷好的菜卷 烙着小饼的底部变色 我们给它翻面 漂亮 烙着小饼的底部变色 我们再次给它翻面 漂亮 看一下这馅料 全在外边露着 有没有食欲 翻面再烙30秒就可以出锅了 不破皮不露馅 第二锅也出锅了 可以美美的开吃了 家人们看一下 早餐馅饼就做好了 营养丰富 好吃还解馋 如果我们怕耽误时间 可以提前把面糊和好 放在冰箱冷藏保存 早上起来10分钟轻松搞定 不破皮不露馅 18分钟